這台車是由我們從美國進口的長洲版的S580 它年份是2022年 那里程數的話 大概是落在1000多公里 不到2000公里 修長身形 格局氣派豪華房車 標配專屬3D儀表直立式觸控螢幕 我們所有的功能控制都在這個螢幕裡面 平行輸入的外匯車 車況透明 價格偏填 不少民眾詢問 新車缺 那等待時間也長 現階段來講的話 我想美國加拿大的這些車子 大概是比較難進口 所以我們的客戶大部分 現在都轉向是日本歐洲為主 日幣匯率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的匯率都是非常的低 會抵消了這個漲價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晶片短缺 無二戰爭 航運塞港嚴重 整體車市陷入無車可交的窘境 今年前五月掛牌數 僅有17萬零520輛 比去年同期下滑12% 受到疫情影響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民眾消費力減 車市冷淡 不過業者表示 最近這一陣子有回溫跡象 民眾在購車的時候 常常會有貸款需求 這時業者也會幫忙 媒合融資公司 依照客戶的信用狀態 來去做一個調配 如果說客人的信用是滿好的 我們就會直接介紹他到銀行 我們配合的銀行 那當然如果客戶的信用狀況 沒有那麼好 那可能就轉了向 就是所謂的第二線的融資公司 然後幫他們去尋求貸款的一個需求 有需求的購車族透過媒合 能找到最符合的貸款方案 可說是兩情相悅 但不一定有需求的你 是否也常常接到車代行銷來電 不堪其擾 就連本身從事汽車銷售的業者 自己都常常接到車代電話 更不用說是一般民眾 而這種亂槍打鳥的行銷行為 疫情期間更加猖獗 品牌響亮的車代公司基本上都走精準行銷 但代理商外包出去的二階代理商 較有可能走撒網捕魚路線 民眾普遍不理解的是 為何這些業者能長有個人資料 擔心有個資外洩疑慮 有人去主張說 是不是之前那個實聯制 在我們在這個填入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我們個資 可能就被不乏了利用 第二個你擔心說 這個行銷員三不五十 不斷的打電話來騷擾 真的是有點困擾 我們其實可以下載某些APP 他可以查核這個電話 律師建議民眾可下載來電辨識APP 至於企業陌生抠客 也必須遵守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電話行銷案件處理原則的規定 很明確拒絕他說 我不需要你的行銷的這個資訊 他就不可以再繼續行銷 只要說出我拒絕共同行銷 這七次決 對方就得依法停止通話 並在系統註記 未來不得再以電話打擾 如果想降低上班期間 接到行銷來電的機會 下回也不妨試看看 TVB新聞中的人文號 與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